完成我们第一道 由我们练娃 把鱼肉夹进汉堡放到盘子上 这次汉堡不夹猪肉 牛肉 鸡肉 而是台南在地名产 拭目于度 为台南400 城市实力 37区巡回移动展 拉开序幕 不只有充满在地化的特色料理 今年活动以城市实力为主题 将从9月1号开跑一路到年底 不仅将在10月11到10月14 举办观光美食博览会 为期四个月的时间 也会开启五感科技体验的 全台独家美食专车 走进台南37个行政区 结合各地农特产品设立市集 述说台南美食故事 以3D科技沉浸美食魅力 到这个行动美食车里面 就会看到他帮各位煮台南的美食 然后分享台南的美食 以及分享台南的美景 年底也会邀请名厨开席 不同区域的丢破塞 呈现各区美食 以在地特色食材 融合传统与创新料理技法 开发专属台南400限定菜色 城市的实力有多元的 事实上有它的艺术创造力 这都是台南市作为文化古都 作为台湾的第一个城市 所展现的城市的实力 城市实力要让民众 边吃边玩 认识台南 透过各种活动颠覆你我味蕾 创造专属台南记忆 TVBS新闻 杨琪台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